第五場,中國隊出戰瑞典隊,瑞典隊在小組裡也是四戰四勝。 第一盤,中國隊派李進光打頭陣,瑞典隊上陣的是本屆單打第五號種子,約翰森。 戰目拉開後,李進光以二十一比十五先勝一局。 第二局,李進光繼續發揮快速兩面推檔的特場,使約翰森陷於被動。 李進光以二十一比十二贏了第二局,為中國隊拿了第一分,到第六盤,雙方打成三平。 第七盤,許少花出場,對本屆單打第一號種子本格森。 本格森是上屆單打世界冠軍,他前兩次出陣,為瑞典隊贏得兩分,這是他第三次出場。 新墜費的長官 第一次出場。 定位置張開後,我們不知道那局繼續繼續到達。 張開後,動不動不動。 捉住。 第一局 许少花以十八比二十一输给本格森 接着许少花又以十二比二十一输了第二局 这样本格森为瑞典队拿了三分 经过第八盘比赛后场上比分是四比四 最后一盘是梁格亮对约翰森 老练的约翰森对付梁格亮的很强烈 中版全攻打法很有办法 第一局梁格亮以十比二十一输给了约翰森 第二局梁格亮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发动反攻 但始终未能扭转战局 梁格亮以0比2赋予约翰森 瑞典队以5比4获胜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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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